小萌萌 中午的相亲怎么样 那男的帅吗 做什么的 别提了 又是个渣男 迟到了快一个小时 来了以后就跟查户口 又要盘问我 问完丢下一句 就这么定了吧 就走了 我靠神经病啊 什么跟什么就定了 你自己跟自己定去吧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太好玩了 烦死了 我怎么老遇到渣男啊 感觉皱纹都快要被气出来了 也不知道我的真命天子 究竟什么时候才来啊 不要沮丧嘛 对了 我朋友给我推荐了虚拟男友 小萌萌 要不你试试吧 虚拟男友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最近流行的一项服务 对方会扮演你的男朋友哦 你相亲老遇到渣男 不如交个尽职尽责的虚拟男友吧 你这个性格嘛 高冷男比较合适 我给你下单 包了一个月了 好好享受吧 哦 为什么是高冷男啊 最近不是流行暖男吗 嗯 只有高冷男最适合你 哎呀 到点了 我该做手术去了 哎 我这手机放你这儿 一会儿店家会把微信号发过来 你自己去家啊 哦 好 哦 月老 下周一的全衣大会 别忘了去参加哦 喂 为什么又是我啊 上次就是我 这次该你去了 听不见听不见 回回答 啊 真是的 不过 全衣大会 上次那个帅得令人发指的成衣生 应该也会去吧 不知道他 咦 亲 微信账号CY7557 你懂的 小贩子发来的消息 是那个虚拟男友吗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 奇奇怪怪的 加下娃娃 嗯 玉峰原著 个人全衣机 现代言情广播剧 受医界 在萌的厨子 正在惊心中 欢迎收听 大功告成 小萌萌小萌萌 那个虚拟男友怎么样 好玩吗 还好玩呢 你还说呢 那天你一走 我就申请加他好友了 结果他第二天 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之后又是预言不发 说到两三天了 完全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啊 怎么会 跑跑上评价都挺好的呀 不会这么担忙顾客吧 谁知道呢 这个人真是无比高冷啊 微信号整得跟个小号一样 一片空白 朋友圈也是空白的 生怕透露隐私啊 不会是个假吧 应该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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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在忙吧 卖家介绍上说过 男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 哦 那好吧 山不来救我 我就是救山 我主动联系他总可以吧 你好 我叫郝小萌 是一名兽医 你呢 什么呢 楚洋 仁怡 还真是学我说话呀 之前可能真的太忙了吧 不是他的错 哎 对了 我刚做的绿豆糕 哎 这是我做的绿豆糕 你觉得怎么样 卖像挺不错的 谢谢 林小他们都说啊 我做的点心是色香味俱全呢 哦 是吗 当然是真的 我可是要做兽医界最棒厨子的人呢 这项挺人大的 加油吧 我跟你说啊 我做的点心啊 啊 听得我都快睡着了 好烦啊 嗯 还不知道楚洋有没有起来 起来了吗 嗯 已经工作好久了 哇 和我一样呢 哎 我已经开了好久的会了 开会开得我多也多饿了 哎 早知道我就把昨晚做的那个小蛋糕带过来了 早上急急忙忙的只吃了三个 现在已经完全消化了 开会还能吃小蛋糕 不可以 但我可以偷偷的吃吗 嘿嘿 哎 你早上吃的什么呀 一块提拉你做 我也想吃 哼 我一点都不馋 你吃的那个蛋糕啊 肯定没有我前天做的好吃 嗯 外相不如你前几天发的那个好看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 哎 对了 我最近在学烤饼干 你喜欢吃饼干吗 你喜欢什么口味啊 咖啡味 哇 你的口味好独特啊 嗯 不过我可以试试 我烤好以后呢 还给你勾个眼影啊 嗯 好的 谢谢你 一本正经的说这种话 真是太够了 各位医生 请尽快回到会议室 会议即将继续进行 啊 无聊的权益大会又要继续了 真是 最讨厌参加权益大会了 你们呢 也有这种无聊的会议吗 嗯 为什么不喜欢 明明是不需要我们兽医出席的呀 而且人医们 嗯 你是人医应该明白的呀 糟了 这么说他会不会惬意呀 兽医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自己选择的路 对呀 当兽医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喜欢这个职业 帮助可爱的小动物们摆脱病痛 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我为什么要在乎那些人的看法呢 程医生已经坐到座位上 开始在纸上记录了 像他这样实刻认真的人 才是专心致志的走着自己的路吧 谢谢你的提醒 我要认真开会了 嗯 喂 你好 喂 楚洋洋啊 听课感觉怎么样啊 是不是受益匪浅啊 是呐 学习机会宝贵 要不还是你自己来学习吧 哎 别 楚大帅哥 楚大医生 您就饶了我吧 这种学习大会也就您这种神仙人物才觉得有意思 我这种喳喳听到这名字头都大了 我爸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去没答罪 回回都要我去 看来你对院长意见很大啊 要不然 不敢不敢 你别告诉他 他要知道能打死我 然后跟我妈一起造个新儿子出来 嗯 好了 找我什么事直说吧 那啥 楚大帅哥 你顶着我的名参加培训 可别忘了每天签到打卡啊 到时候漏签了 我爸该骂死我了 嗯 听说这回培训 好多咱们院的院花都去了 哎 抓了机会 给我带个嫂子回来 啊 无聊 啊 警戒这道通知 培训时间延长了一个星期了 那个领导还说 要时速不用担心都安排好了 救助他们医院 问题是时速吗 问题是一个星期啊 真无可恋 正好可以多选点东西 而且 不必总往坏处想 说不定有好的事情 在前面等着你 希望是这样吗 傻乎乎的 所以先疏到情绪的方法 才是正确的 十点 已经这么晚了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初遥 我明白了 很晚了 你吃晚饭了吗 我都忘记了 一心沉迷学习去了 我现在去吃 这么晚了 医院餐厅大概都下班了吧 你去哪吃啊 是啊 这会儿呢 餐厅大厨是下班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下班了呀 我可以去借他们的厨房 自己坐着吃啊 好主意 快去吧 免得都下班了 餐厅 倒是也有点饿了 不知道这儿的餐厅 关门了没 喔 好香啊 不愧是我做的 这么晚了 谁啊 陈医生 做了什么 冰花尖角 你要吃吗 刚刚讨论的太深入 忘了时间 回顾神来才发现 已经这么晚了 心存侥幸的过来看一看 反而有幸能够品尝到 你做的美食 等一下 晚上吃的是这个 好 好了 那我就开动了 多谢款待 下次换我 我 那么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为了感谢餐厅员工们提供便利 做的那个咖啡小饼干 做多了一些 你要吗 咖啡口味 我刚好不喜欢甜食 那这个我就不客气了 多谢 不客气 那我就先回去了 再见 再见 嗯 丑芽 非常美味 这是 在说我发给她的冰花尖角的照片吗 那当然 这就叫做秀色可餐 你可以这么理解 真是受教了 真是受教了 我今天还做了咖啡饼干呢 可惜你没口福了 哦 那还真是不巧啊 好不容易做了我喜欢的口味 却没我的份 嘿嘿嘿 有机会再给你做吧 我先去洗碗了啊 待会儿聊 好 好 我今天做饼干的时候 是想着能不能找机会给尝一声的 但是 却潜意识地直接选择了咖啡饼干 因为楚洋喜欢这个 难道 我的心已经渐渐偏向楚洋了吗 嗯 楚洋 只是期限一个月的虚拟难走 哦 别想这么多 别想这么多 早啊 早啊 小萌萌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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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小萌萌 你干嘛呀 突然走过来吓死我了 谁让你整天只捧着个手机傻乐呀 这个虚拟男友 真这么好玩 啊 还 还好吧 口是心非 你看你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都快要怀疑你网恋了呢 网恋 有这么明显吗 不是 我是说 哎呀 好了 我知道的 虚拟男友嘛 很容易沉浸进去的 不过虚拟的终究是虚拟的 而且我只买了一个月 只剩五天了 你可得注意一些 我先去看看小可爱们了 回来再聊 网恋吗 我不管做什么 总想和他叙道两句 这算是网恋吗 虽然对程医生也很有好感 但看到程医生的时候 总会不自主的想起初遥 我大概 伸得陷进去了吧 初遥 初遥 她 她居然和我在一个城市 时剩五天了 我 不管了 总要尝试一下的 初遥 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我知道 私下见面可能不符合你们虚拟男友的规定 但是 我真的很想见你 我会做好多吃的东西带给你 如果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但是 可以让我先预定下个月吗 嗯 不理我 不是在忙吗 还是 拒绝我了 小萌子 你不是个高冷难疗的火热吗 怎么卖一价退款给我了 什么 呐 你看 亲 因为您一直没有联系我们家的男友 高冷难疗只好让给别人了 已经退款 请您查收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啊 怎么可能一直没收获呢 那这个楚遥 你竟然错把楚遥 当成了虚拟男票 哪里不对吗 我明明是按照你说的家的人啊 哎呦 一会儿不看着你 你就搞出乌龙事件 哎呦 你看 楚遥是咱们是一个有名的人医 你去参加全医大会的时候 没见过他吗 他 他叫楚遥 他不是叫程晓东吗 我看他在全医大会的时候 签名写的是程晓东啊 虽然我不知道签名是怎么回事啊 程晓东是他们医院的另一名医生 听说和楚遥关系很好的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一个人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是按照你微信上卖家发给你的微信家的 怎么会见错了呢 是这个吗 微信账号小可爱发来的消息 让你添加微信号 GRNS2345 不是 是这个 小贩子发来的 对不起 对不起我忘了 这是我朋友 常年给我贩卖各种八卦信息 所以我给他备注了小贩子 我有个学妹 爱恋楚遥 所以我帮他讨来了楚遥的微信 没想到被你接足线灯了 都怪你 你好端端的给人起这种外号干什么呀 我的错我的错 全医大会的时候 你遇到他了吧 有没有喊他呀 该不会是喊得成一声吧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 你这反应也太心虚了 那肯定就是有 不行了 我要笑疯了 你天哪 程小冬 楚遥 楚遥 不知道 他会不会答应见面呢 对不起 好了 你别伤心了 小狗狗的主人都说了 小狗狗是被人偷毒才死的 你不用内疚 狗狗的遗体 我送过去吧 你好好冷静一下 嗯 楚遥 为什么总是下意识地想联系她呢 明明她 自从约她见面以后 她就不理我了呀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楚遥 我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嗯 嗯 真的很想见你 我会做好多吃的东西带给你 如果你愿意也没关系 但是 可以让我先预定下个月吗 楚遥 我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这丫头真是 três 二汤的可笑 一又可爱 还有 democr�� 我 我 加油 我 加油 走 丑 丑严 你以为我们之间的事 一个电话就能说清楚了 你真是 我刚刚 打针打死了一只狗 它不停地吐 我就给它打了指吐的针接管 如果我早点判断正确 至少它能活得久一点 哭够了吗 给 够 够了 马卡龙 这个太甜了 你不是不喜欢 买错了 买错了呀 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十里医院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自然是把事情说清楚了 楚洋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这是刚下飞机啊 嗯 程晓东 我的搭档 程医生 怪不得非要和我交换名额去参加培训呢 原来是为了可爱的小女友 滚你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不用理他 哦 你们 刚下飞机 是 是去哪里了吗 都去外地参加会诊了 一直没开机 刚刚下飞机才看到你的那些消息 所以 对了 他刚刚说我们 嗯 女友 和你一样 虚拟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 好了 我知道 期限也过了 以后就把 虚拟两个字去掉吧 啊 嘿嘿 哈哈 好 嘿嘿 嘿嘿 各位小姐姐下午好呀 我们今天提前放了中秋假 我准备了些小糕点 来给各位小姐姐 补充一下能量 哇 好香啊 萌萌 你真是个大好人 好好吃啊 甜甜的 是我喜欢的草莓味 萌萌 我又是个男的 我一定追求你 萌萌咬了主医生了 人家才教不上你呢 只知道吃的丫头骗子 我喜欢吃怎么了 萌萌喜欢做美食 我们俩正好绝配 就不要脸吧你 你就欺负萌萌脾气好呢 好啦 你们喜欢吃就行了 楚阳呢 还在做手术啊 没呢 刚想要手术 现在应该再去医室 对了萌萌 这两天医院来了个实习医生 整天缠着楚医生 我看他就是图摸不轨呢 萌萌 你可要当心啊 实习医生 嗯 她有事没事的老跟着吹一声 萌萌 你要加油啊 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呢 好 我这就去看看 萌萌 你冲呀 从光片上看 病人的腹腔有模糊印记 应该是 嗯 你来了 哼 这表情 这神态果然图摸不轨呢 小张 辛苦了 给我的吗 谢谢楚医生 居然拿了一份鸡翅和鸡爪给那家伙 那是我做的 不行 吃完之后 把所有骨头拼回原状再来找我 好的 谢谢楚医生 哇 我愤 我做的鸡翅和鸡爪早就没有骨头了 就算全拼起来又是何等艰难 楚洋这是故意为难人呢 但是 好开心啊 萌 小萌子 怎么确定我家狗狗是不是怀孕了 你 你摸摸看啊 你家狗狗做色色的事情了 他 我回头再问你哈 为什么不饿了啊 楚洋 你干什么呀 让某个小傻子知道 现在到底应该关心什么 我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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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